老侯我问你,下午手机里怎么省了一万块钱 而且省的是信用卡 我下午跟我闺蜜去逛街了 我看他买的这个雕毛挺好看的 所以我也买了一个 这么贵的雕毛啊 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呀 商量什么呀,真是的 什么雕毛那么贵,你拿来给我看看 那就是这个 什么雕毛啊,这么贵 这衣服不像衣服,难道是围巾 不是围巾 那是什么呀 这是披肩 就这样了,我穿给你看 就这样 我看看 你大老天都穿个披肩干什么呀 他反击大促销,打两折 打两折还这么贵啊 你看他质量多好,你摸摸看 婷婷买了一件,我也买了一件 我看这也挺好吃的,你穿的 不是啊,给婆婆 给婆婆了 那你问过他了吗,他穿不穿 这么贵的衣服,他万一不穿不就扔掉了 我准备送给他,给他惊喜嘛 不需要问啊 惊喜,来得理 妈妈,假如甜甜阿姨明天买了一样车 你也跟着买吗 哈哈,你是怎么说话的呢 哎,难怪爸爸会生气 妈妈,你平常买化妆品买衣服 爸爸会说你吗 哈哈,我跟你说 我买便宜的东西,你爸爸不会说我的 我买稍微贵一点东西,他还是会说我的 妈妈,人家甜甜阿姨的老公是一个大老板 他们花一万就像花一百一样 我们就不一样了,爸爸省事点用一个月都没有那么多钱 哎呀,好好我跟你说 都怪你爸爸,他挣的钱少呗 能怪谁呀,搞得我跟身边的人比,我啥也不是 妈妈,话不能这样说,人比人气死人 虽然我们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也过得去 妈妈,还有,有的人类死内活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人要学会自主,不要羡慕人家 一家人要过得健健康康就是最大财富 妈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嗯,哎呀,好好,你说的是挺对的 看来妈妈做错了,那我给爸爸道个歉行不行 行啊,那走,看来是我错了 对呢,老公你还在生气啊 能不生气吗,肯定生气 老公,我刚才想了一下,这件事确实我做的不对 我不该花一万块钱买一个雕毛的,我本来是想给婆婆一个惊喜的 要不明天我拿去退了吧,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哎呦,老婆,这个是掉脑的事嘛 你什么事要跟我商量着来啊 对,你说的对,我下次一定提前跟你商量一下 我不再自作主张了,我明天就退了,好不好 哎呦,这个你先不要退,你先问问咱妈使不喜欢 如果喜欢吗,你就送给他 这本来就是你一片孝心嘛,对吧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婆婆打个电话,问问他 哇